每一届中泰友谊歌会 都是中泰友好交流的重要活动之一 汇聚中泰两国优秀歌手和演员 第五届中泰友谊歌会 共请到了中泰两国的九位歌手 中国歌手汪小敏 是中国90后最令人瞩目的女歌手之一 广西的家乡人亲切地称她为 广西新一代刘三杰 虽然有着超强的音乐控制力 但是这次在歌会上 汪小敏将挑战自己 演唱一首泰语歌曲 比如说他的歌名 它有很多的吞音 泰语老师说 那如果你实在发不出来 其实你可以就是略过它 但其实我想说达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听觉效果吧 让泰国观众觉得 咦他唱得还不错 然后我就有在努力的练习这个 这个音 同样是从广西卫视一生所爱 大抵飞歌脱颖而出的歌手 赵文和朱婷婷 一类擅长在R&D和戏曲技巧之间 自由转换 一味身材娇小 却有着舞台上惊人的爆发力 这次他们临时组成了一对组合 被爱搞怪的赵文 取名为泰国传奇 泰国的朋友 Sawadikam Sawadikam 这首歌是最早以前泰国的一个歌手唱过 中国这边黄晓明好像翻唱过 所以就是中泰有两种语言的一首歌 我觉得特别适合中泰歌会这样 中泰友谊歌会 不仅以歌会友 同时还是一次展现中泰两国民族风情和文化的机会 今年的歌会就选择了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拍摄短片 泰国的歌手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南宁 但是对广西的民族文化并不陌生 实际上经过几天的排练 中泰两国的歌手已经彼此熟悉 因此在拍摄现场也坐在一起聊天 在广西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名字 人口最多的名字叫壮族 壮族有一个节日叫做三月三 出身壮族的汪小敏在现场当起了壮族宣传大使 向泰国歌手介绍壮族山歌 而泰国歌手PT卡则向汪小敏介绍泰国服事 让大家对彼此的文化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经过三天的紧张工作 中泰友谊歌会 美丽2014在今晚正式录制 歌会在17月在广西